欢迎订阅,欢迎订阅,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那我其实呢买的也不是特别多,主要是在两个网站买的,第一个是超多外国博主和一些YouTube的博主都有推荐的Misoma,他们的官方网站买了几个饰品,可是呢我买完之后才发现原来官网它虽然有打折,可是它的折扣力度并没有香港的Harvey那口小多,然后我买完之后还给他们官网写了E-mail说能不能退款,然后再重新买过他们说不行,anyway就算了吧,那这个就是他朋友, 他们的包裹啦,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买了什么,我是看有一个英国的博主啊,在这个地方,看他的YouTube channel长草的,因为他买的一些就是首饰单品啊什么都特别摆的,然后就很好看,所以呢我就看他带了一些经常带的款式,也去买了一些回来,那这边呢一共是有三个小盒子装着的,我们先来看第一个,第一个呢是个这样子的短的链子,大概是在俗谷这个地方吧, 然后它是一个十字架这样子的形状,他们家的东西呢好像全部都是Vermil,就是银包金的,那这样子一来呢可能质感看上去比较好,二人的价格会比较便宜,因为始终是银的嘛,那这个呢我喜欢他,就是因为他拿来迭代是特别不错的, 而且呢它这个链条上面有点这样子,就是像舌骨和有点小节节的感觉,就好像比较有看头,它的扣子这边呢做的也挺有设计的,上面有个小的尖的东西,然后呢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扣子,虽然我知道Misoma他们家是给了很多博主一些paid ads,就是做一些付费广告,可是我看了这么久,我觉得他们家质感还是挺不错的,所以呢我这次就终于想说买来, 来试一试看看好不好看,第二条就是我最最开始打算在Misoma他们家下单的一条链子了,它是一个双层的塑金的链子,后面呢两条链子是同一个环的,所以他们俩是分不开的,我就是看我很喜欢的那个英国还是法国博主,它几乎每一个视频当中都有这个项链出现,而且呢就是搭配的方便程度啊和搭配的时尚感都特别的好,所以我看完之后就特别特别想来买一下它,而且我 我觉得它可以衬圆领或者是一些turtleneck的一些羊毛衫都很好看,所以呢就买了这个拿回来试一下,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这种非常简单的金色圆环的长项链,这个呢主要是想着跟刚刚那个十字架这个链子来去叠搭的,因为呢在官网上它也是这么两个在一起搭配的,我觉得还挺好看的,而且两个也可以分开戴嘛,那冬天的时候可能毛衣体积感比较厚,总是在短链子的话好像搭配性不是这么强,所以呢一个长 毛衣链什么的,我觉得还是挺实用的,接下来呢就是几件来自Everlane他们家的东西了,我买了两件衣服,一条裤子和一双靴子,Everlane他们家我非常喜欢,因为呢性价比特别的高,而且呢质感也很好,然后我特别喜欢在他们家买羊绒制品,我之前买过好多件了,从最简单的圆领羊绒的长袖衫到圆领的羊绒短袖衫,然后这次呢买了他们家比较热门的一个款式叫做Henry, 它呢也是今年好像比较流行的这样子的款式吧,它是前面有一排扣子的,然后可以敞开穿,在里面搭一个短袖的T恤,或者是长袖的圆领T恤,我觉得都很好看,做一个叠搭的这种穿法,那Everlane他们家的羊绒呢,我觉得手感还是蛮不错的,会比优衣裤他们家的会好一些,但是没有cost那些就是过千块钱的羊绒这么的厚实和这么的软, 不过它这个价格呢,我觉得还是ok了,我这个羊绒衫是在Cyber Monday的时候下单买的,然后好像才需要,不忘记是400多还是700,700多块钱吧,就特别的划算,当时整个黑五期间它都没有打折,唯独是在Cyber Monday那边,突然间网站就这个款式打折了,我就一下子买了两个颜色,两个呢都是小马的,我身高是65,体重是50公斤,因为呢这个打算是跌穿嘛,所以可能会买大一个嘛, 他们家呢最小是XXS,我当时第一次几年前买的第一次那个蓝色的羊绒衫就是买家家小马,然后现在因为比较流行穿着宽松的,而且自己的审美也是比较喜欢宽松的,所以就会买大一些的,那黑色这个呢是跟刚刚的米色是一模一样的款式,因为黑色的话也是很容易搭配嘛,所以就买黑色是一定不会错的,它的扣子呢是这样子的灰色的背母这样子的扣子,有点淡淡的光泽,我觉得这个小 设计还是挺好的,白色这个扣子就是普通的白色扣子,就不是那种白色背母的,所以黑色这个还是比较特别一些,另外呢买他们家一个非常火的一条牛仔裤,是这个叫做的chicky jeans,然后我买的是regular的长度25的腰尾,是一个烟灰色,这个烟灰色我觉得看上去还挺好看的,就是它灰的恰到好处, 就是我自己非常想要的那种很正的那种烟灰色,然后我看官网的模特Kerry的也非常好,然后小红书和YouTube超多博主都在疯狂夸赞它,说它是非常显瘦什么之类的,我待会就善身试一下,给大家看一看,最后一个呢就是一双短靴,也是他们家特别火一个款式,叫做的boss boots,是这种尖头的靴子,然后牛皮的材质,你可以看到这个材质非常的软,手感也非常 好,根高的话大概就是5厘米的样子吧,所以平常通勤或者是逛街的话也是很好走,然后呢这个靴子我唯一觉得有点害怕的就是我怕我买小了,我一般是穿38码嘛,但是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可以买大一码,我就当时没有看这么仔细我就下单了,所以我现在有点担心会不会小了,我们试一试吧。首先想给大家推荐一下我身上这个牛仔裤,是优衣裤的一条,它是一个中高 腰的款式,直筒,长裤,然后是大概在脚背的这个地方,我觉得是非常的鲜腿长的,然后呢牛仔裤的布料很柔软很柔软,非常的舒服,一点都不会有束缚的感觉,不过这个码呢是比较偏大的,我一般是穿25码,这个也是买了25码,可是就非常的很松,我觉得如果是24码会更加好,所以大家买的话要小心一点哦,这种牛仔裤我觉得总体而言非常的推荐,首先呢是我身上这个燕 卖色的羊绒身,哇真的是超级无敌舒服,太柔软了,全身上一点都不眨,而且这个颜色真的是超级的温柔,我很喜欢它简单当中又带点设计感的感觉,比如说它的袖子,它的袖子的收口是比较高的,然后呢袖筒又是比较宽一点的,这样呢形成一个比较公主袖的感觉,还是挺可爱的,然后呢衣服下摆的螺纹也是比较长的,这样子比较方便, 我们把衣服塑在裤子里面,或者就算你把衣服拿出来,也可以把这个螺纹卷进去,这样子不用扎衣服的时候也是形成一个比较高腰线的感觉,我觉得这个衣服更好看的穿法呢是把扣子打开,然后把里面的内搭露出来,我这边也带来这个Misoma的细的链子,我觉得好好看,真的好容易搭衣服,这样子简简单单的就是非常是我的一个风格,然后这样子打开之后呢会把衣服的一些layering层次感给显现出来,这样子的话好像会更加的 Trendy和Chic一些些,下一件呢是这个黑色的羊绒衫,我觉得黑色的话一定要把扣子敞开,露出里面的浅色那一搭,这样子会比较的没有这么的沉闷,而且呢有点心意的感觉,黑色也是一样非常的舒服,而且这个袖子真的是越看越喜欢,让这个羊绒衫不是这么的老气和瓷板,反而是比较符合那种比较复古的潮流, 哇,这个羊绒衫我真的是太爱了,这个叫做Henley的系列,大家看到打直的话,一定一定要入,现在我是上身这个Cheeky Jeans,我觉得真的是博主们没有骗我,它真的是太显瘦,太好穿了,我买这个Regular Length的25,真的是刚刚的好,非常非常适合我的这个腰臀臂,真的包的特别的好看,就是它是一个高的款式, 臀部呢,也是刚刚好,它是有点弹力的嘛,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容线会比较大一些,这个长度也是非常的合适,是在脚背上面一点点的地方,我觉得可以搭配一些运动鞋,或者是短靴都很好看,那我试一下我的那个Boss Boots吧 宝宝们,这个靴子非常的好穿,而且我非常高兴,它居然没有小,它是刚刚好的,我里面穿了一个中等厚度的袜子,穿它的话也一点都不及脚,这个跟高也是 非常的舒服,我真的太开心了,而且这个靴子跟这个裤子也是挺配的,或者配一个蓝色载裤,我觉得应该也是ok的,天呐,真的买太成功了吧,我太喜欢了,这样子这么一身搭配衔腿会比较的长,天呐,我喜欢,最后我们说一下项链吧,首先是这两个塑巾的圈圈的项链,我觉得它非常的简单,simple and chic,就是这样子的配饰,而且呢,搭配性 非常的高,虽然我现在搭配的不是说特别的完美,可是我已经想象出有一万种搭配它的方法了,我觉得这个真的买的特别的好 第二个呢,是这个十字架的项链,我也很喜欢它,它这个十字架还是蛮特别的,是那种编织的感觉,不是说那种很愣的一个十字这样子,就有点看头像个小花花一样,然后在脖子上也是非常的好,它也是一个可以调节长短的一个项链,所以我觉得搭配性也非常的高 最后呢,是跟这个十字架一起买了这个长项链,一个圆环的感觉,我觉得这样子它们俩这样抵达就已经非常好看了 好啦,那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了,我觉得这次买东西我都非常的满意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种草和你们觉得好看的单品呢,那希望你们在买的时候也可以有很好的折扣哦 下期再见,拜拜